那么下面的节目又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刚才我觉得不分上下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我们先来吧 不分上下是你说的算吗 这一轮呢 我不想给他们留一个机会 接下来我邀请的这位嘉宾 他是就是像传说中的那种 别人家的孩子 因为他从小就得了很多很多的奖 16岁就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各位 这是什么概念 而且来到了中国以后 是被非常非常多的观众欢迎 那接下来我觉得不用再介绍了 我们就一起来听 对 掌声有请 加油 原本来说衣服不服吗 《门海》 拍摄 过伤才知道徒徨 弄在我不远的前方 跨过无边无际的黑夜 再也不需要害怕 我们画的时间 也许没太少 可是却又隔着一道身上的墙 泪 如果在我心中悬崖 你是否可以猜到 我其实假装坚强 这是我要的 我能给的 结果都不重要 你知不知道 我还是要好 我你知不知道 我才能为的 我觉得这空的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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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为的 我才能为你知不知道 你听不到 我才能为的 我的身旁 运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越过狂阔无际的海洋 看到生命的希望 可惜错的时间 交错的无限 仿佛永远隔着一道深深的墙 如果在我心中想要 其实你都知道 我一直都接着坚强 学会希望 学会坚强 微笑有多坚强 我们都知道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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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没有被闪耀到 有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咪咪李子婷 欢迎子婷 子婷我们欢迎你 你看人家明明可以靠颜值 她非得靠才华 对 或者她靠两个颜值和才华 对 就刚才长得非常好金 非常打动我们 而且能看得出来 你年龄应该很小吧 2000年的 2000 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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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应该跟大家说一下 子婷其实跟我们一样 她也是外国朋友 哪里人 我是泰国人 对 真的 中文太好了吧 华裔 对 泰国华裔 第几代 我是第四代 第四代 耶果这边有很多重要的信息 要跟大家分享 是的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都只是喜欢唱歌 但是我们的子婷 她不仅是喜欢这样的文化 她还是中泰文化交流的大使 这个荣誉是泰国政府给子婷 应该是说对了吗 是的 对的 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唱中文歌 对 所以可以给泰国的朋友们带一些中国的文化过去 也可以带泰国的文化过来 所以变成这样子分 下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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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桥梁 你刚才说非常喜欢听中文歌曲 非常喜欢唱中文歌曲 能给我们唱一些其他的中文的歌曲 这个好 其他的呀 嗯 其实我第一首中文歌唱的是邓麟俊老师的 对 对对对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好 那先小陈故事吧 OK 小陈故事多 哇 哇 哦 哇 哇 哇 特别像 不仅仅是说唱这么听 关键他的声线跟邓丽君 还是有一点相似之处 有的人就是生来就有那个天赋 他们完全就知道 那个调在哪里怎么唱 不会唱错 你是不是有那个天赋 还是靠学习 有天赋也有后天的努力 刚才是听到的是 邓丽君的一首歌曲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 在泰国有没有 深受当地人喜欢的中文歌曲呢 有吗 有听过吗 就是 爱要当当当 不用琢磨这样的天长 要你很善良 我记不住此刻 好可爱 好可爱 真的可爱 我们的品鉴团 也是来自世界各地 是的 会不会也有一些中文歌曲 在他们国家也会被大家唱起来呢 比如说奥运会开幕式的那首 《我和你》 对 那首歌 心情练习 中文你的首 还有吗 其他那还有 还有 北京欢迎你 对 北京欢迎你也在我们国家 很火 然后那个所有的成龙的歌曲 对 家里轩 对 然后他的那些 登登登登登 action 那些 功夫的action 对 的歌 都是很活大 你会唱泰国歌吗 泰国歌 泰国歌 哇 哇 哇 好听 我觉得今天 通过子婷的歌里边 我们听到了很多的香音 不管走到哪儿 我相信唱出来的歌 应该都有 炎黄子孙的声音出来 也非常感谢子婷 刚才给我们带来这首 非常有味道的这首歌曲 非常好听 也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作品 能够来到我们 当年中心的舞台上 好不好 这样你看我们这儿 文化交流大时 又会唱歌又漂亮 我告诉你吧 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 你推荐他上来的时候 你说的一句话 说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吧 是啊 但是你太不了解我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 你也有孩子 非常厉害 他非常有才 而且唱歌也非常好听 又很年轻 所以你怎么想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 好不好 来 有请 我也想到了我们的歌手 他是走到这里 也是给我们带来 很多的精彩的作品 而且两位也都是 不仅有颜值 更有才华的 对了 来 再次请出 子婷 子婷 我们子婷的声音 特别地甜美 是非常柔和 那你们嘉宾的声音很沧桑 这在一起 是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化学反应呢 很好奇 这次我们不停期待 听听声音 还要期待看看画面 那就把这个舞台 交给二位好不好 好的 来 又请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润眼眶 可又不甘懦弱 抵着头 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超风 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地向前走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空中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要逆着光 就去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负担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也许我只能沉默 向前走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空中 我能找到答案 黎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暗 打破一切空中 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要逆着光 就去散黑暗 丢弃所有的负担 丢弃所有的负担 如何在一起 他们沧桑的声音 就是这种甜美 也有力量的声音 谢谢你们 太好了 谢谢 也是很励志的一首歌曲 你对那些 现在在经历波折 但还是喜欢音乐的人 能说一句话吗 在这首歌可能就是 每一个很辛苦 对 在现实沉沦的人 可能需要更加地努力 然后更加地向上 可能前方就有 不远的光明在等着你 就无论你会遇到 多么苦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坚定地努力 你会有总有一天 会是你的那一天 对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大家都能够 找到各自的答案 非常感谢两位 带来的精彩的聊天 谢谢 接下来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 下面